王安你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台式夜线新闻 我是张彤 新闻开始要马上带你来关心一道 台北车站从礼拜天开始就设置了接种站 来开放施达莫德纳疫苗 那现场不只加开了三个接种点 开放时间也会延长到12号 原本打完疫苗是会送100元的全联礼券 不过现在呢 因为这个数量不够了 所以是改成送等值的小礼物 而施达进入了第四天 民众排队的状况还是非常踊跃 所以北市府也加码宣布 这个礼拜四到礼拜六花博公园 是也会来开放打疫苗 每天上午还有下午的时段 各有500个名额 三天总计可以施打3000剂 一个接一个排好队 常常人龙蜿蜒 台北车站黑白阁大厅 从高角度看更清楚 有一半都是排队的队伍 另一半则是接种站和休息留关区 我提早已经中午来了 还是很多人 因为其实之前就有看到说 大概要等到两三个小时 所以就已经有预期了 台北车站开放打莫德纳疫苗 第四天打气还是很热 排队民众络绎不绝 指挥中心决定延长开放时间 12月12号周日前 每天下午一点到晚上八点都能打 原本打疫苗可以领百元全联礼券 但现在数量也不够 改送等值的小礼物 台北车站打疫苗人满为患 指挥中心也规划要在百货卖腸等地方 来替民众施打疫苗 就在北车对接的新光三月也表态 政府的政策一定配合 但是台北市长赫文哲表态反对 认为有安全疑虑 民众抢打莫德纳疫苗 北市却呈现僧多周少 除了北车以及17家医院 有提供施打外 其余诊所都没有 引发民众抱怨施打点太少 也因此北市府紧急加开 原山花博接种站 周四到周六三天时间 早上九点到十二点 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 共能施打三千剂 提升量能 要让更多民众能就近打到疫苗 记者林轩九 黄伟财 黄春波代表报道